來部長 我們那個普雅馬號的那個報告 其實除了我們相關台鐵的自己調查以外 司法單位的調查也是一個重要的 非常非常關鍵 那我看媒體報導 北檢把這個案子移送到宜蘭地檢署 併案偵辦 那宜蘭地檢署之前有在偵辦嗎 有 偵辦哪個部分 當然我們是配合他 提供一些資料等等 那應該 就我們的了解 應該他對市政的 這當然是 這當然是 要收尾 這個 這是司法單位的問題 如果北檢把所有的公文證據 他說他掉了上千分的公文 證據都在北檢 那你北檢現在 他查了五個月 竟然是移送宜蘭地檢去併案 那宜蘭地檢是要從頭開始嗎 沒有 宜蘭地檢署本來就在 他就在調查 那你證據 你證據他那邊也有嗎 宜蘭 全部都被他查扣掉了 宜蘭 應該是最完整的資訊 是在有地檢署 那北檢目前所公告的 他查的那幾個部分 是屬實嗎 北檢說他發現ATP系統連結施工 台北檢驗收的測試過程 以及監督操作 各方面都存在缺失 那跟我們台北內部調查有符合嗎 呃 這些項目是有符合 其實這些東西 有符合啦 但是因為我們也不了解 檢調他的報告 因為也是偵查不公開 詳細的部分 我們也是尊重 但我們自己行政責任調查 有一些部分是指向同一個方向 這個是有契合 胡局長在後面嘛 胡局長 這個其實不用司法調查啦 如果以檢方公布的這些東西 其實你台北內部調查 這個東西 你們就應該要查出來了嘛 是 如果有符合 你說 跟委員報告 我們所了解的部分 這個宜蘭地檢署是針對 普悠瑪的那件事故 產生的去做調查 培檢的部分是做 他們在普悠瑪採購的時候 有關於ATP連線等等 那部分去做 去做調查 那現在我們看到媒體的報導 他們是把兩個檢察署部分 把它移併到宜蘭地檢署 通常司法單位會變案調查 這個其實是很不效率啦 因為他查的是弊案 你的驗收、採購相關弊案 宜蘭查的那些北檢 宜蘭查的是事故發生的原因啦 那你現在一併案調查 你宜蘭地檢 檢察官第一個他要分案啦 或者是同一個檢察官辦 他必須再把北檢調查的這些 北檢公佈的 那個資料堆積如山 好像公文千幾個 那從頭再看 再了解再調查 不知道要何年何月 那司法的不效率的問題 但是我們內部的調查 還有我們這個 這個台平我們可以改善的部分啦 那請 這個部長 這也是你所宣誓的一個決心 請我們一定要確實 行政安全最重要 好我們謝謝部長 謝謝各位謝謝主席 謝謝